ROLO 3 2 5 GO 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我要來接我一整天在家裡面都要幹嘛 我睡覺比較奇怪啦 自從雨昕那一支開箱應該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太陽睡覺的地方 這是我的枕頭 我會一次擺兩顆 然後躺在上面睡 一般我這是雙人床 可是我會睡的是最短的這一邊 比較窄一點 我覺得這樣睡起來比較安全 反正就拐得到 然後因為在家嘛 我又沒有工作 不要逼我化妝 拜託 我好不遠 那這個是我在家裡面穿的樣子 比較居家一點 大梯超舒服 上上奶油梯嗎 各位 喔 這個真的不是奶油梯 這個是之前我們跟班工作室剩下來的 然後我都全部趕走了 然後穿起來就這樣 哇 好透 那一早呢 先來工作 好的 那我現在要來回覆粉絲留言 這一次的留言是要看200顆千顆 有的時候我真的覺得要看粉絲的留言 敬好我的心靈 欸 有人get到我的點 陪我一起討論 我就會很感動 他會覺得很開心 我就會給他一個愛心 代表你知道我在想什麼 這一次的點就是 我裡面有講到 然後噎到的台語是什麼 然後是 然後是 最後的解答好像是兩個都是 只是一個是 快穿了 我自己那種 想要大家一點 留言回覆的小技巧 不管今天你們是不是在我這邊留言 去其他地方留言一樣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希望 youtuber會回應你們 重點放在你講了什麼 就好比你誇讚他很漂亮 或是什麼 對 這其實在你們心中都是事實 或者是他真的很漂亮 可是其實太多人說了 留言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頂多就只能說謝謝 好比這一次 有的人就會說 我覺得那假鬼很像是在吹氣球 或是假鬼假怪的 我就會說不是吧 這個台語是這樣嗎 還是你台語比我還差 我就會這樣回覆 要看你講什麼 我才會針對你的問題去回答 不然我一直都要唱到話題很難欸 欸 有三種意思 再喬一下 我想要只拍背後 一個人很難做事 你可不可以聽話一點 好 就這樣 然後我要去關掉鏡子 還是翻車 啊 好辛苦喔 剛剛他就說 有氣球 還有陰障氣打嗝 和臀聲氣息 膨脹也是 這其實有時候看留言 我會學到蠻多知識 像廚師啊 他們就下面留言說 喔 牛肉的部位怎樣怎樣 所以有一次我在IG上 我就有po說 我要來認真了解一下牛的部位 不過現在真的是 嘖 豁然開讓人 來看一下我的小寶貝在幹嘛 有時候睡著都會偷偷聞他的小樁樁 覺得他的書樁很可愛 欸他眼妝通不給我看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他的小書樁 有點酒紅 你是酒紅嗎還是色嗎 而且他指縫這樣超可愛的 啾啾啾啾啾啾 他在忙 因為之前去捷渣就把他提掉了 他的下面都沒忙了 高高高低 好 那我們不找你啦 繼續睡 現在是中午的11點15分 準備要出門了 剛好朋友來台北 就零食約個飯 那我是一般的穿著大扮 比較素一點 好去碗吧 Let's go 欸我感覺我超笨的欸 剛剛吃出來會被自己燙到 都吃不出來的 那是不是很醜啊 那今天我要吃的是 香米泰國料理 欸 稍等我 自己長進很累 我不知道 很可憐 好酸喔 我的恭喜發財來 每次看到這個就覺得很好笑 我決定要來貼人工皮了 所以發白吃了 希望不要留吧 好痛喔 超燙的啦 燙死我了 一點都不好痛 睡一睡就起來啦 我還以為你要繼續睡呢 很喜歡呢 回到家裡 只要摸摸太陽 我的心情就會變很好 我的心情就會變很好 增加口 也要來當心情 好冷 你的心情 好燙 晚點 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差點彈不好 真的我要來洗澡了 我整個一整天就是頭髮在亂捲 我才覺得很受控欸 來洗個妝 因為我今天有出去其實有擦防曬 因為我皮膚太白太容易長斑了 這個都是斑 很困擾欸 洗完了 看這個斑超煩的喔 其實我擦到我自己素顏 覺得整個膚質狀況都還好 那等我洗完澡 再來擦保養品跟素水後的總結 那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在用的洗面乳AGE的 是因為我覺得它弄起來蠻保濕 不會很乾 然後臉不會就緊緊的 好像水分都被洗掉了 真的很不舒服 我也有買他們的AGE卸妝膏 或是洞卸妝筒之類的 好 那大家等我一下 我已經洗完澡了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塗的東西其實蠻少 我會先上去疤的 因為我臉部超容易流疤 我自己有點氣足中體質 所以我會塗一下有一些 流疤的地方 再來呢 我會塗這個 我不是在介紹產品的 這個呢 好像就是有點淡斑的 這種啊 塗一層薄薄就可以 而且它這麼大條 那我覺得過多過少 可能還有一點效果 這是心理作用 我覺得這真的是心理作用 再來是我家自己的產品 叫做Bear Hair 就其實是頭皮水 然後加增長液 其實也會幫助頭髮比較生長 然後也不會讓自己的頭髮長頭皮屑 那因為我家做美髮嘛 總是會有這種東西 對 我會再塗這個 髮油是摩洛哥 這不是我家產品 不過就是我家自己有在販售 那我先來塗臉部 那是等我塗完水乾之後再用的 那我都是用一般金掌花 好像金掌花是有一點保濕的 主要是它不會太油 其實說真的啊 多喝水 把保濕做好 不用特別去用美白的東西 皮膚就會蠻光亮的 我自己是很少在喝水啦 我最近真的是自從去補了中醫之後 我就會認真的喝 大家看一下 這跟我洗完臉的時候是一樣的嗎 好 再來呢 我會塗珍珠粉 聽說珍珠是個好東西 是懂保養品的人送我的 主要是塗的可能會比較亮吧 我也不知道 啊 好痛喔 反正我相信我自己朋友他們的眼光 然後再來是乳液 主要是我選的這個質地啊 它比較保濕 跟油一點 就不用特別再用乳霜了 然後之後我要來貼人工皮 因為你知道啊 對 我今天太白癡了 我是個小白癡 欸 我真的是很久沒有自己燙到自己欸 之前有鍋子燙到自己的手 看來我的皮完美 完美 完美 然後啊 跟大家偷偷講 我會有點心理作用 我就會買那種專門塗在胸部 跟私密處的精油去塗它 就會有心理作用可能會變得比較粉 或是比較嫩一點 我就自己是對自己的身體的 我的部位我都會很想保養 我就會有這種奇怪的習慣 好 正常來說 其實我一整天 要嘛就是工作 要嘛就是想企劃 還可以躺在我的床上 然後滑手機看漫畫 都可以隨便 一般來說 我不會讓自己有空閒的時間 其實我不是像平常一樣 一天要吃很多 我其實是看心情 像我最近一天其實只吃一餐而已 可是我盡量就是喝水來補足我的 飲料 不是有飲料嗎? 算了 今天我的廢材一日又結束了 如果呢 大家還想看我就是在家的幹嘛 或者是怎麼樣的 我就久久拍一次 那今天的影片呢 到此結束啦 那因為這是新頻道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訂閱我這個 LULU LULU的頻道喔 還有別忘記幫我訂閱我的主頻道 LULU 以及我的IG跟粉專 還有LINE官方 所以大家能隨時追蹤到 因為我就會在第一線幫大家發消息說 我上片了 因為Youtube好像再也不推播我了 好吧好慘喔 好 那掰掰 下次見